美国东岸巴尔地摩港发生有货轮失去动力意外撞断大桥的重大事故 现在经过了15个小时的搜救 当局宣布落水的6名工人已经没有生还可能是停止了搜救任务 横跨帕塔普斯科河2.4公里长的凯伊桥 也是当地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 在人流还有货物运输占有极重要地位 现在总统拜登下令 播发这个联邦经费以最快的速度重建 装载了3000个货柜289公尺长的货轮达利号 卡在被撞断的钢筋大桥 整条帕塔普斯科河的航运全都被阻断 场面触目惊心 这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 26号凌晨从巴尔地摩港出发 准备展开27天前往斯里兰卡的旅程 熟料才刚出港 整条船就完全上失动力 以巴结速度相当于15公里时速 向凯一桥驶去 船上的饮水人立刻紧急下令指示船员转向 并抛锚让船停止漂流 但全都失败 眼见无力启动引擎 便对港务局发送了求救讯号 七分钟后货船便冲撞上了大桥 马里兰州州长指出 幸好这些船员发出求救通知 让大桥两端出入口即时封锁 阻止车辆进入避免更多人受害 当时正好有一群桥面坑洞的修补工人正在工作 2.4公里长的凯一桥短短不到10秒的时间 短程四五节 工人也随之落海 当中有两人获救 六人失踪 经过15个小时的搜救 美国海岸防卫队在晚间7点半宣布 已无生还可能停止搜救任务 巴尔蒂摩港是美国货运量第九大的港口 提供超过一万五千个工作 影响层面多达14万人 而在1977年启用的凯一桥是连接东岸高速公路系统的重要通道 一天车流量有三万四千辆 再加上河道航运受阻 估计单是航运关闭的经济损失 一天就高达一千五百万美元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召开记者会 称这是一起可怕的意外 余诺将勃发联邦经费 以最快的速度重建凯一桥 恭喜新闻网后门编译 副刃